嗨 这是今年乐高比赛的套件 也就是FLL的XPLOR 终于来了 那今年我带了两组比赛 所以呢我们就订了两组的套件 我们先来看今年的比赛的套件 非常的兴奋 想要知道今年的套件 今年的比赛内容 当然它的内容已经出来了 是Masterpiece 那到底Masterpiece是讲些什么呢 那我们看一下 先来看我们的零件 我们的套件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套件 今年这个套件看起来蛮特别的 Masterpiece 其实它这个主题跟往年的主题很不同 往年的主题可能比较走科技科学方面的一些研究 但是今年的Masterpiece 然后从它的这个图形来看 它的这个模型来看呢 应该是属于娱乐的 或是比较艺术上面的 特别是我们说Masterpiece 也就是一些作品啊 那我们先来看看到底今年的东西 有哪一些 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 这是今年的材料 东西蛮多的 东西蛮多的 然后还有两本说明书 那这两本说明书主要就是要组装这个套件 那在两年前应该是三年前吧 乐高的这个XLL的XPLOR的比赛就已经开始有一些更新 那他们是每一组比赛的都会有一个这个场地的板子 那这个场地板子主要就是让小朋友能在这个板子上面发挥 也就是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就是这么大 那因此呢 我们过去在比赛的时候都是用乐高的这种板子 那在两年前他们开始转换他们的比赛方式 同时呢 他们在比赛的时候 有一个现场的比赛 就是Pilot Game 那Pilot Game是一个蛮有挑战性的一个比赛 它有点类似呢 想帮助小朋友进到XLL的这个前阶段 那所以帮助小朋友在两分半钟呢 是要完成任务 所以接下来的几集我想要介绍 如何的去完成Pilot Game的任务 那Pilot Game的任务到底有些什么呢 欢迎你继续的追踪我的频道 也盼望在我的频道里面可以带给家长一些启发 那今年呢我是特别在美国带队 因为第一年的FL Explore的时候 我是在台湾带队 我带了好几年 然后一直到我回到美国来 然后今年呢算是我在美国第一次带Explore的队伍 那我盼望呢能分享我在美国带队比赛跟在台湾带队比赛 到底有什么不同 那我相信很多家长也想要知道说 美国现场比赛跟台湾现场比赛的差别有什么 那很欢迎大家一起来研究一起来探讨 那等我们组装完之后呢 就会跟大家继续的分享 好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